这细肉可是 气质芬芳 跑快点 欢喜 怎么又下子了 看这样子 我们要在这里躲一阵子了 清清说她上午要来寺里 是哦 哦 有人来了 啊 是小晕天 欢喜 祥和 你们两个是不是忘了带伞呢 嗯 我送你们回合作室吧 不好意思 怕你也被雨了 没关系 好浓的药味哦 因为我刚从镇上音乐回来 所以没办法 为什么你要去医院呢 因为人手不够 我去帮忙啊 欢喜 让委屈你的鼻子咯 一点也不会 那我们快走吧 这件衣服真好看 好香哦 比花还要香 小姐 什么事啊 下大雨了 您还要去佛光寺吗 要啊 夫人要我送您去 知道了 我马上好 哦 师傅 师傅 正要去找你们呢 幸好在路上遇到了小雨 师傅 小雨姐在医院照顾病人啊 哦 只是帮忙打砸而已啦 那进来喝碗姜汤 暖暖身子吧 这 走啦 小雨姐 我还要听你在医院的事呢 喝完姜汤全身都热了 原来是青青啊 你在闻什么啊 有一股好浓的味道 那是我的香水味 师傅 小侯师兄 小明天 你们好 清清 你今天好漂亮哦 清清今天好像不太一样啊 特别有气质吗 什么味道啊 小云在医院帮忙照顾好多病人哦 嗯 病人 嗯 难怪味道那么难闻 嗯 清清 学华不可以这么没有礼貌啊 小云姐那么有爱心 还不难闻呢 小云姐 对不起 这瓶香水借你 谢谢你 我不需要 我们女生不就应该打扮得香香漂亮的才有气质吗 啊 清清啊 人的气质不是从外表的装扮来判断的哦 啊 气质应该是内在的涵养 那样拥有完美的人格与高尚的品质才是真正拥有高尚的气质 usalem 拥有完美的人格与高尚的品德才是真正拥有高尚的气质 而这些美国人的功夫